今次本台獎的馬拉工作之旅很短暫很忙碌 但多忙都好,都有空閒時間 加上我對馬來西亞真是一無所知 所以,朋友們決定在我離開之前 祝我去馬六甲看一次 去過很多次馬六甲的觀眾 你們可以先看看其他景一流的影片 否則就去片了 這個雞腸街牌坊是世界知名的 因為雞腸街老城區在2008年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 亦都跟南京市體結了他做友好城市 馬六甲曾經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鄭和下西洋的時候也曾經駐折過馬六甲 所以馬六甲結集了中、葡、南洋不同的建築風格在裏面 這裏亦都有地道美食、手工藝品、馬拉土產 逢星期五到星期日還有夜市 問你死尾 基本上到馬來西亞旅遊 馬六甲一定是你必經之地 所以我今天來了 雞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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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成一個球 多餐 配這個一流 即是這個雞粒 配這個雞粒 雞粒 雞粒飯 其實一看 大家都看到其實是旅遊街 不過我應該來朝華盛參觀一下 到底是第一次來買來西亞 對吧 這個是按摩的 按摩的 露面 這個 這兩粒 哇 這個不得了 這個 這個是怎樣使用的 擺位是這樣的 擺位是這樣的 應該是這樣的 是 這樣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用來 這個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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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是那些 打上手玩的 玩的 哦 對 骨砂 這個不得了 很愛MK 其實這個 可惜不是一粒JMK 不是 好想買這個 風雞 是呀 好澳門 我只是想了很久 想了很久 覺得像什麼 是在澳門 是 我們這些遊客 第一次來 要去遊客區 嘩 這裏真是好 好有味道 我們看看這個 雞翔街 細圍公園 哇 馬六甲 除了是傳統 旅遊文化景點 現在亦都結合了國家發展 而創立了更多相機出來 近年馬六甲 有很多樓盤發展 我們上集說過 馬拉樓盤 其中有一個在馬六甲建的 這個樓盤 亦都配合了馬六甲的歷史 而設計 即是鄭和下西洋 那段 絕對可以成為馬六甲的另一個地標 而近年馬六甲 亦都有一個新的景點 又見馬六甲 這個是一個舞台藝術表演劇目 是張藝謀的印象系列 創作出來 不過 到晚上才可以看這個表演 所以唯有我下次來馬拉樓的時候 早點跟我們申請 我們用總統紀念士的身份去看 然後我們就要看這個塔 快點趕去 買票 完全設定遊客生活 因為又去景點 又去吃吃當地的 有著名的樓盤 又要去素街 去觀光街 全部都去建 所以就突然變成旅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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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馬六甲旋轉塔的特色 正正是把所有馬六甲的風光一纜無遺 我對這個旋轉塔的感覺非常好 除了給我們這些觀光懶人包之外 亦都方便我拍這麼漂亮的畫面給大家看 但是最重要 在這裏很夠冷氣 馬來西亞是一個無冬天的國家 加上我們這一天正正遇上一個熊熱的天氣 這裏簡直是本台上的避難所 不過 用了少許的時間 已經可以看完所有馬六甲的風光 這個旋轉塔 大家都是必須要到此一遊 來到馬來西亞 怎可以不吃榴槤 朋友特意製作一碗馬來西亞的甜品給我們 為我們今天一整天的觀光客身份 做個總結 真是好驚動 這次短暫的馬拉茲旅已經到尾聲 始終竟優遊都是一個比較隨意的旅遊方 如果大家都想看到太二代深度遊 廠檔桃源這類節目的馬拉茲旅 我們會積極安排 大家有什麼介紹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最後祝大家多點去旅遊 拜拜